王岐山用德意志银行侵略民主国家最终干掉美元 中共超级盗国贼之一王岐山用德意志银行侵略民主国家 妄图最终干掉美元 德国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实际控制者是中共王岐山 这对德国和西方国际金融体系民主国家是一个巨大的耻辱 这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可以合法打开欧洲金融 甚至还能打开美国国际金融库房 并且德意志银行诈骗洗钱犯罪 已经被美国司法部抓到部分证据 中共王岐山所控制的德意志银行的拥有者分别是 黑石、瑞士信贷、海航 王岐山的岳父姚依林是中共前党魁姚依林的儿子 姚明伟的私生子之一是前德国副总理菲利普罗斯勒 和冠军刘成杰、孙瑶 这些人是海南词航基金会最大股东 王岐山的情人高炎炎 与朱镕基儿子朱云来的中投CIC 投资黑石是生殖器关系 德意志银行和洛克菲勒是资本利益的家族结合 中共的海航、德意志银行、黑石、瑞士信贷、洛克菲勒 德州石油集团和先锋集团的结合 就是用民主的外衣、华尔街的自由资本 所孕育出来的全世界财产的共产主义 与邪恶轴心国结盟的利益群体 简而言之 德意志银行就是共产党在西方以合法跨国银行诈骗 侵略世界各国 用金融、数字货币等领域控制各国政要 打倒美元 最终控制世界 最终控制世界各国政要